我們又出發了,我們今天去釣魚 因為昨天我們發現了一間resort可以釣淡水魚 裡面有釣魚,我們看到那間resort也挺棒的 就是villa,一出去就可以釣魚,去walk in 客都可以 我們昨天就不夠時間玩,所以今天就去那裡玩一下 那裡的魚超大條,我們網上看到它的相片是百多磅 不是說是百多k 我們天氣報告說是這個星期全部都有雲 但我們一點都不會覺得是有雲,是非常陽光抱著 我在Story 中有說,我不記得按這個冷氣很低 我以為有風出,我以為都是冷氣的 但我沒有按這個AC,因為在香港,姐姐的車 就不用按這個AC才是冷氣的 我就這樣扭風 我男人一直說這兩天熱到飆油在車上 我說是嗎?我已經駕到最大的風 笑到她痛不痛,她說不知熱到飆油在車上 人都會載到車上 糟糕了,為何這輛車會超熱 快點黑布 我突然間不inner不得你看 你真的要死了 你真的要死了 你看,ная解 我以為今天讓你自己烹消 那邊準備了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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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火 小火 4條是競蜜 現在開始疏了,它幫我們轉了幾次 都是逃脫了 現在我們釣了四條魚 又來了 豆糕 哇,很重 收收收收 可以嗎? 可以嗎? 收收收收收收 不要攪收收拾動 行 Вас嗎? 再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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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需要過來幫你嗎? 我們玩過釣魚了 其實剛才不是是全程都有拍 因為的 game 有のは沒有記意 但真的很好玩 如果大家喜歡釣魚或試試釣到 有十多二十斤的魚 就一定要來這裡試試 我覺得住也不錯 但原來我上個 Agota 看 這間屋子上 Agota 預約是便宜一點的 去 Walk-in 的價錢是貴 三千五百匹 一個位置 但一個位置就有兩隻鋼 你可以兩個人釣 當然你可以有幾個人 一班朋友 就是玩兩隻鋼 如果有些可以加的東西 好像我們這次都加了一盒利粉 因為一個計劃六個小時 就用完了 我們又吃了三分子 叫了幾次的飲品 還有水 其實都是七百多匹 總共玩了四千多匹左右 但我們今天就挑戰不到 這個魚場的魚王 125斤的魚王 今天最重的都是三十多斤 我們在對面有些外國人釣到六十多斤 因為它全程都有工作人員服侍你 所以你不懂釣魚也不要緊 你一個人在這裡便可以了 它會教你 對 它會教你 甚至它會幫你拋鋼 因為它們可以拋得比我們遠很多 而且拋一些有魚又大魚的位置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只要是 它還要放一支鋼 有顯示器 總之說有魚 它跟你說OK 那你就做最辛苦的部分 搞屍就可以了 明天就搭飛機走了 今天是最後一天全日 我們今天又回到之前那裡釣魚 本身上預約一個旅程 但是它這麼久都沒有覆蓋 那我們就沒有了 我們就決定再去釣一次大魚 它就說要挑戰 可以看到一些真的比較再重磅一點的鋼 甚至去那些什麼一百斤的魚 哦 厲害了 超熱的 一定喝了很多東西 但是受不了 我不想再喝甜的東西 所以喝水 今天很熱 今天吃三文傑 原來是四點了 吃硬了 它很搞笑 今天走了好幾條 今天比較多魚 但是也走得比較多 剛剛他說走那條很重 我們現在先吃硬 看看之後 可不可以釣到大魚 我們之後想試一下 用活力 就可不可以釣到大一點 所以被一條魚捏到現在 頭暈暈又手震 很累 我要休息很久才可以再玩 我剛剛 我剛剛 我男人釣了一條八十斤的 七十幾八十斤 很厲害 以前我們用了活力 立即釣到那些 是比較兇的魚 有些牙很尖 會咬人 所以都合照不到 就這樣拍他的樣子 那條大條那些 好像是大陸樣子那些 就釣了一條八十斤的 老闆也有來拍照 可能會放在IG 很多釣到這條 他們都會放在IG 所以他們馬上說 那二百五十斤的活力是超划的 大家記不記得 很多雲 剛才四點幾開始 就沒有太陽 但是那些雲都遮住了 所以今天拍不到日落 活力難釣很多 就算咬到 都很大機會會掉 我們是掉了很多條 我們就是釣到兩條上來 暫時 所以剛才竟然可以釣到八十斤 已經很幸運 有點像香港那些釣魚 它不是一丟 丟下去 它都要等多久 下次才會吃到一次 吃著吃著它又 它又不吃了 所以 活力是難很多 但是可以釣到那些很大條的魚種 糟糕 曬傷了 玩完了 今天早了一點酒 那我就覺得 你看它 它釣到上癮 已經說下次何時來 下次要在這裏住 它釣到不捨得走 它還想多點一桶活力 但是因為剛才那時候已經六點幾 那我就計過 其實 因為它到七點鐘就刪了 所以我計過應該不夠時間 用完它 我說不要 下次再來 活力是好玩一點的 是難一點的 就是它有魚 你都會有很大機會脫 剛才我們就叫了一桶 一桶有十條 我們只中了兩條 其餘那些 中了都脫了 脫了 脫了後 為你塞住人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大家來試試 可以兩三點 叫活力 我們那桶活力 大概玩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你預算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小時一桶 若然太不好運 可能兩個小時一桶 一兩個小時 就 一兩個小時 就玩 那些不用錢的活力 就是吊一下那些探水魚 其實那些探水魚 也有三十斤 可能之後 再叫活力 叫活力 叫活力的時候 就可以放鬆一點 因為頭的探水魚 節奏很密 喝一口東西 都不夠時間 叫活力的時候 就可以放鬆一點 吃一下 吃一下 下午 如果兩三點 就可以玩到兩至三桶活